您好 来 您好 刚才专家 您好 原来有精神了点 来 换个位置 2号男士张伟 70岁 北京人 先上偶后离异 夜深石化退休 北京有独立煮房 刚才在节目当中 已经见过我们2号女士了吧 张先生 见过了 对女士的印象怎么样 2号女士是一个 我总觉得是个女强人 事业上的确很棒 事业上确实不错 搞得挺好的 所以互相了解一下 可以 好 您的意见呢 了解了解吗 对 好 有言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少男千 长长的两位能否擦出爱的火花 接下来进入更想懂你环节 有一些我们要了解的 您是有一个女儿已经在北京成家立业了 应该经济条件也不差 对于再找也是支持的是吧 您先生呢 我有一个儿子 多大岁数了 42了吧 数码的 也都是 也成家立业了 都有一个孙女 孙女都十岁了 真不错 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负担了 他对您在找的意见是什么呀 他们听我的意见 也是支持呗 就是你想找个什么样的都行 是不是 对 好 您的健康情况 我的健康情况挺好的 应该没有什么毛病 因为每年都体解 对 每年都体解 我就是平时吃点降压的药 还有降血脂的药 血压 血脂有点高是吧 就是 但我看你也不胖啊 不胖 不胖就是我是平时吧 如果不吃那个降血脂的药吧 我那个甘油酸脂就高 吃甜的可能吃多了吧 可能是这样 但血糖没问题是吗 血糖没问题 血压就是老吃着药 现在也不高 但是呢也不敢停 对对对 千万不要停 那个大夫说了你不高也得吃 对对 所以说我就坚持还是吃那个鸡啊 血压高不怕 就是只要稳定就好 所以药一定要吃哦 对 收入情况 女士的退休金有一万多 您呢 我就五千吧 其实在北京这个也不错 住房女士在哈尔滨是有房子的 在北京是没有 因为女儿房子还比较富裕嘛 您呢 我在北京那个就是六环以外有一套房子 多大 八十多平吧 嗯 对 我没记错 您说是把这房子租出去了是不是 对 现在租出去了 租出去了 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外面租了一套房 哦 等于置换了一下是吧 对 或者你们自己有什么想问的 也可以问一下 有问题吗 嗯 我没想问 男腰匹配度 因为这位女士根本就没看上 所以她就她就没有问题了